秋冬季节是流感的号发期 台东也在1号开始进行了流感疫苗的接种作业 也呼吁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资格者踊跃接种 台东流感疫苗1号开打各合约院数也跟着加开流感疫苗接种站 而今年流感疫苗与去年较不一样的是 原本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后需要间隔7天才能接种流感疫苗 今年则是可以同时打但是需要打在不同部位 每年都打这是去年也有打 今年也是这个去年是10月5号 今年我知道10月1号开始打我就来打 身体好啊你咋那个 就是说人家说不管什么样的状况 你就头能牵过头脚能牵过脚 先有这个状况了疫情了你就要注意呀 都说打了不好还是要打呀 顾命啊还是有好处啊 对先打了再说 我们自己也怕啊 对啊他总有抗体吧 他总有有他一定的好处啊 就这样想了知情就好了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重症有效的方式 而对于重症保护力可以达到82% 从10月1号起开放医事相关65岁以上长者 幼儿孕妇等11类人 而第二阶段将会在11月1号开打 对象为50到64岁 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 以前都有每一年都有打 每一年都有打 一起来打 我自己愿意来打 我自己啊 秋冬季节即将到来 而将要面对的是冬季流感流行期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夹击下 最好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疫苗 而卫生单位也呼吁 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资格者应该踊跃接种 提升自身保护力 并降低流感重症的几率 接盘这一综合报道